我们都知道今年可以冲超 理论上来讲是一个2加2的一个 那我们把武汉三阵队一直志在冲超球队 打60分来讲的话 就是他们距离第四的排队 大家最直接的就是换了一个宿舍 对 这有些赛区就是换了一个楼层就可以了 那现在老豪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 已经是正式开始了 中国体育直播TV 为你带来的2021赛季中假联赛第13个 第二阶段第三个阵队 陈西长安竞技 对上武汉三阵 这块场地的比赛的话 林杰老师我大概已经是连说了三场 我对于这块场地 在这个间歇期到现在的维护情况 也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昨天晚上也是在这块场地 还有比赛 哎呀危险 好机会 球进了闪电破门 杨鹤助攻丁杰 这一开场就如此意外 我们也说武汉三阵的防守问题 第13轮第10场又丢球 这场比赛杨鹤又跑了右边去 而且个人强行下底之后 中路插上了丁杰 无人盯防 提到了人行的身上 桑一飞 斜长城转移 看到了队友的控装 好个不做的还不错 埃德密尔森自己抽一脚 哎呦 有点学阳刚才 埃德密尔森主要也没想到他会失误 学阳要给埃德密尔森 埃德密尔森停轻过 非常漂亮 再过一下直接轻轻搓 继续让我三阵 有这么前场来回倒角的机会 直接远射球进了 往期又丢了个远射 21分半的时间 熊飞 现在确实 这脚轮上 哎呦 这球 前面站的比较散 直接往前之内掉 露顶了调整打 哎呀 三阵的从这个人员的身价上来说可以开得起来 哎 再传进来 投球 投球一蹭好个步 哎呦 大同展翅的动作 还破掉了 往中间传 门叫扑球脱手 跟上去精进一推 哎 自己带 马军亮 再带 马军亮还在 又过吗 又过了 漂亮 还在过球 没吸附体啊 马拉多大附体啊 小往前爬 我的天啊 要在123的球员问题上重视一下 嗯 反军亮 飞赫这个赛季他踢中甲最高光时刻就是这一时刻 连过四人之后还在突最后两次被亚级犯规相当于 全球啊 哎呦 好 有有感射啊 直接打 嗯 高康昊自己来 可以啊 哦哦好 哎左脚六 印象里就这么两次 嗯 这球回传门将就很可能要出事 危险啊 坎波 过啦 轻轻的一推 是不是又可以上什么急紧啊 这个 这应该是一段时间的 但是被防守远远挡出去了 对 最后一下 喊步 短丸 扣过 一马鸡 我们说过很多中亚的比赛 也说过很多武汉三镇的比赛 这真的是武汉三镇 我们说幸运地拿到了一分 从精神 品质 从这个意志力上来说 不要谈什么武汉的天气太热 要明白这是武汉三镇的主场 他们已经在这儿踢了 这是第13场球了